抱歉我今天一項 講藥 有提到比較高興的分給你們 一項講藥 但是我們知道 一般上課的演講 沒有說一天一天很討厭 我第一次主要介紹 我叫張振興 工廠章 這個鎮座的鎮 提索旁的鎮 復興的鎮 我是昨天二期 本年時候結業 不過我是十八期 那年割條 比較慢期 社會做十年事才去受訓 現在看幾天來 當然都對基層做起 基層有沒有 台語聽不懂的 那還是要講點國語 不好意思 上一堂課就有這種 這種聲音 講台語聽不懂 我就交叉著用 盡量用國語 好不好 因為國語是共通語言 我們不要有什麼排斥 聽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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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什麼文都沒有 說得像天文 這個 做檢查我幾天 我可以稍微介紹 我沒有什麼 公共語的話題 我就辦案而已 辦較重要的案件 把各位稍微拍一下 欸 沒什麼靈敏 我這間最大間的 白小燕 來個印象 那個 那個 買得到的 鄉修叫做什麼 我叫做張正信 你叫做陳靜信 各位不要笑 是 我跟他還有一點淵源 這屬實的 我三年沒人 住三重的 沒有齁 上次有人住三重 沒有關係 我不會問說 你住 是不是住他隔壁 好 好 大概兩三分鐘 要介紹一下 陳靜信 那時候的小孩 小孩沒玩我們出品 是他們阿嬤 跟我們出品 在重新路一段 重新路一段 現在拆掉 蓋捷運了 在那個 重新路一段的 九號 現在沒有那個地址了 他的 阿嬤的同居人 他也不叫他阿公 因為都沒有見過面了 那時候是一個 中醫師 那個鬍子翹翹的 我們跟他 很有名 可是突然死掉 那整個店 就沒有人接 他阿嬤也不認識字 他那個同居的太太 也不認識字 後來這個店 如果三重有熟的話 或是說 對中醫有興趣的話 應該會知道 叫做 某癌 某癌 有班 他那個 那個中醫師 後來接他的 這個中醫師 叫做 許榮柱 329 329 但是 原來那個地址 後來搬走了 搬到 那個叫什麼路裡面 不是大難路 那陳恆欣小時候 是在另外 他媽媽 他阿嬤跟媽媽 搬到 人化街的時候 才生這個陳恆欣 他媽媽生了陳恆欣 這個陳恆欣的爸爸 據說是一個工人 蓋房子就走了 就不見人了 不見人以後 又跟別人生了三個小孩 那這個阿嬤 一直疼這個長孫 去報出信仰 到負政司所去 要報名字 我說什麼名字 我要跟我們家拼 以前那個工名 叫做進行 他問他怎麼寫 我可以寫 我就來做老師 我可以寫 所以這 童英字 明蘭語是童英 就這樣 還好 還好 沒有童字 也不是這樣講 後來 衛滿18歲 劫火搶劫 就算去關了 陳恆欣 我當檢查官 73年 在74年底 在基隆上班 他阿嬤來找我 我說 喔 他久了 看了嗎 看了嗎 沒看了 我一邊家裡還能抓回去 我不是童英 叫到家裡還能抓回去 所以他叫我說 寫個信 叫他勉勵勉勵 叫他早一點 能夠假釋出來 阿嬤年紀也大 不能看不到 然後我就寫了信 沒想到幾年以後 他假釋出來我也不知道 他結婚出來我也不知道 突然 電視上看到一個人頭 想說 這可惡 那個什麼人 在白智慧命案的重要嫌犯 大概過程是這樣 後來我參與這個案子 辦了一個月左右 上面有意見說 你還是不要辦 你跟他那麼熟 不要辦 我就沒有辦了 沒辦法到最後一天 五官官邸的時候 各位記住那一段 記得這一段 五官官邸那一段 那個侯友宜跟他對話 後來就要求我上去 結果我們檢察長就打給我 那個別頭的車子來接我 我就上去了 那一段是非常的 感覺很漫長 是經過兩個晚上 禮拜六下午然後晚上 到禮拜六晚上 禮拜一的早上才結束 那中間大概是用我們行事訴訟法 剛剛修正的 用錄音做筆錄 通話 不必面對面 開始就做那個筆錄 陳奈欣也要求很多條件 你們有印象大概知道 已經十幾年了 十二三年了有了 他要求跟他太太見面 他要求跟他小孩見面 這個談判的過程就是這樣子 他要吃十碗飯 我們大概只能給五碗 五碗飯 太太有跟他見面 有人陪他進去 小孩能不能見面 那種場合 我們認為小孩不宜見面 小孩不宜見面 用電話跟他對話 陳奈欣也很有意思 電話中 因為老大比較 大概比較不乖 他叫他的名字 我是爸爸 你有沒有聽我 沒聽我出去打你喔 乖 旁邊的刑警在那邊聽說 叫人乖自己就不乖 叫人乖 後來陳奈欣各位有印象 他要求說謝長廷 當他小舊子的辯護人 他那小舊子也是一個災難 第一審判無罪 第二審就改判無期徒刑 後來有交保出來 又換了一個強奸殺人案 又被判死刑 恐怕都執行掉了 我們也不是很清楚 不是很清楚 這個大概比較大的一個案子 其中後來還有 可能你們不認識 但是知道這個人的名字 叫做楊霜武 有沒有聽過 楊霜武也是我起訴的 楊霜武啊 死刑確定怎麼還在 有一年的減刑條例 減刑條例 說死刑犯如果是殺一個人 可以減為無期徒刑 殺兩個不減刑 楊霜武剛好要殺一個 高齡霜他沒有殺死 他只是槍打到他屁股而已 他是殺的人是在日本的一個華僑 後來被通緝 那個案子也是 我們到那個中正機場 現在叫桃園機場 過去旅館那邊去問他那個太太 一個姓萬的大陸女孩子 楊霜武就帶回來起訴 現在賈師出去聽說在高雄 在高雄 大概還有幾個案子來 我想我們重點不是在自我介紹 我想我真的有辦過案 跟各位說明一下 在我們當年的檢察官 有一個很大的權力 就是對被告的積壓權 積壓知道嗎 就是壓 最近在壓誰 一直壓不成 基隆議長 是不是 120萬 現在是200萬 又在抗告 不曉得抗幾次 訴訟法的規定 在民國92年 就是2003 是一個很大的轉類 轉類點 我們把這一部刑事訴訟法 從原來就有的一種 我們叫做職權進行 或是叫 揪問主義 職權進行 或揪問主義 就是完全以法官來決定 怎麼開這個庭 怎麼樣問證人 都是法官在做 改為 現在這個制度叫做 改良式的當事人進行主義 改良式的當事人進行主義 這一改 把檢察官的位置 檢察官的座位 我們本來檢察官 是跟法官都坐在台上的 老一輩 我本來說老一輩 應該大概都跟我同輩 我已經坐老人公車 所以大部分 我看有一半 大概都跟我同一輩 以前的檢察官 坐在台上 現在檢察官坐在台下 跟當事人 兩方 跟所謂的被告 是平起平坐的 位置高度一樣 以前的法官 我們法院組織法 不叫法官叫他什麼 你們知道嗎 有沒有聽過 老一輩 叫推士 推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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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有人 跟所謂解釋 請院長找院長 說我一個小舊子 當完兵回來 沒什麼事做 你好不好給他 有沒有缺啊 當個路士好不好 院長說路士 路士沒有缺啊 路士沒缺 不能有沒有推士的缺 他以為路士跟推士是同階級 這個用詞怪怪的 以前我們有一個學長 他對推士這個名字 他當法官 對推士這個名字 很討厭 所以他幾次都一直寫信給院長 給司法院大院長 說希望正名為法官 寫到後來啊 他心灰意冷 乾脆辭職 不錯啦 我要當律師 如果你改為法官了 我再回來 改為法官以後 那律師做得很高興 就不回來了 現在已經改為法官了 那這個是制度也是慢慢改 法院 以前的這些職稱都很怪 都很怪 我們常講說法院啊 只有兩種人 其他都不是人 法院有什麼兩種人 官戶人 有沒有聽過官戶人 還有什麼 還有什麼人 公正人 現在不要公正人 外面也可以 也公正人不用要到法院去 所以我們當官啊 只有兩個大官 一個是大使 一個是大法官 其他都是小官 這個就是在 在這個名為的用詞上 沒有弄好 所以常常有很多爭議 行政學上要把它弄好 也不容易 也不容易 好 那我來講說說 我們這個制度一改為 這樣的一個改良式當事人主義 到底有什麼特色 我在跟會介紹說 他第一個強調的就是希望 因為當事人進行 法律又直接規定說 檢察官跟被告 都是法院的當事人 都是法院的當事人 你這個被告 隨時都可以請律師 當你的辯護人 這個所謂的隨時 是什麼時候開始隨時 自從有司法警察傳你去 要問筆錄的時候 開始就可以找律師了 這樣規定好不好 當然很好 那以前 這個還有一再的修正 剛開始修正這樣的時候 實務上的操作怎麼操作 因為我們今天法律跟實務會做一個 比較說明 你可以請律師 好 比如說 在刑事警察局 律師來了 喔 律師來了 你坐在這裡 我董事長 董事長在那裡問 你叫我坐在這裡 看電視 看公司打不到 我這樣就好了 什麼意思 律師在場就好了 沒有什麼表示意見 現在能不能表示意見 可以啦 法務部 他早就公布 你就可以表示意見 甚至要求檢察官 都在訓問完以後 問律師有沒有意見 有沒有申請調查證據 那律師可以表示意見 那做成筆錄還可以簽名 我們一般 好像我律師做了十幾年 這個都是我經歷過的 我如果敢去 調查局好了 調查站 做筆錄 就直接做筆錄 他問什麼我們搞不懂 因為開始問 不可能事先讓你知道嘛 那這樣子去辯護幹什麼 律師到現場有什麼意義 沒有意義 所以後來現在的修正 說如果你律師第一次跟被告見面的時候 可以要求有一個鐘頭 跟被告律見 就是律師接見 他告訴你 被告最擔心的 我還要怎麼辦 我還要怎麼講 你就可以跟他講 律師可以跟他從事實法律怎麼樣去答詢 告訴他 當然不可以教他你怎麼樣違證 你怎麼去辯造證據 換證這個是不可以的 就是要告訴他法律上的一些意見 事實上的陳述 如何去保護自己 如果沒有這樣的溝通 你說律師在現場幹什麼 也是沒有意義 也是沒有意義 所以這個選證辯護人 當然我們還沒有像美國的制度 美國的制度是完全的訴訟辯護制度 或是訴訟律師制度 就是每一個案子一定要有律師 各位不曉得小不曉得 現在律師有多少人 有多少個輸在樓下爬爬爬 真正多少人我也講不出來 不過我從另外一個角度的數字跟各位報告 阿扁當總統開始的第一年 阿扁當了幾年總統 八年很久 馬英九現在是第二任對不對 所以他前面第一任也有四年 那兩任跟這一任一共是十二年 每一年錄取五百個人以上 就錄取了六千個人 這兩年每一年錄取一千個 這樣就有八千個 所以各位以後你們在路上 騎腳踏車碰到人 你不要問他你做什麼事的 一定做得輸 那麼多人 我們以前台語有一句話 台語有一句話 謝謝什麼最多 我們台語人說 我們說台語信什麼的最多 胆 對嘛 台語人萬天下 其實還有一個聲音 大家都說不到 你怎麼樣 台語你扣天下這樣一半是另外一個公關 台語人萬天下還有一句 憲力有夠誤 聽說沒有憲力要起來抗議 如果想說憲力要有夠誤 不是那個意思 誰有夠誤 憲力的太多人 機率很大 機率很大 所以我說在法院 我們台北地院博愛路為中心 方圓一公里內 有十個司法機關 看多少 早年 律師就是一個司法院那一棟大樓 蘇萬一那棟你們有看到嗎 中心南樓 就是在舊大廈 前面面向重慶南路 後面是博愛路 那棟是日據時代留下來的 各位有沒有印象 三個拱門 中間大拱門 旁邊兩個小拱門 各位大家沒有仔細看 我們學法人 當然老師跟我們講過 我就跟你們講 那個 這說起來很有意思 中間的大拱門 重慶南路就是北一女 對面那個 是大官左的 法官左的 人面對這個 像這個大拱門 那這裡有一個小拱門 這邊有一個小拱門 這個小拱門 是一般的行政官左的 這邊是老百姓打官司走的 老百姓打官司走的 那有什麼人說什麼 我們本來就這樣 大貓小貓都可以走 對不對 我要講這個特別意義在這裡 這個小門還在 但現在不用 在日據時代 這是我的老師 老師的老師跟他講 他才跟我講 我在跟你們講 那個小門 以前有個洗手台 洗手的 沒力氣喚一聲 手洗一下 再進去 什麼意思 法律上有一句願語 無捷徑之手 不得入法庭 聽到沒有 手如果不乾淨 不可以去換他 手洗一洗 這是一個象徵意義 一個象徵意義 自己就做賊了 在發賊 有這樣的一個意思在 你自己都被人家叮得滿頭包了 還在那邊 說這個說那個 說那麼多 自己真的是被冤屈 我很正直 我被告是冤枉的 洗個手進去 有捷徑之手 才可以入法庭 無捷徑之手 不可以入法庭 我是說以前案件少 律師少的時候 一個律師一個上午 可以開五六建庭 他只要在律師 市律師休息就好了 律師會來找他 庭廳會來找他 你現在再開302 開302 開302回來 大人數 還要算208 還要算208 但那間好像映早 現在不可能 現在有看 律師都用跑的 因為台北地院到高院是隔壁洞 不同洞 高院的民庭跟行庭又不同地方 行庭在柏仔路上 民庭在桂陽街上 檢察官還有第二辦公室 第三辦公室 還有第四辦公室 還有檢疫庭 還有最高法院 不用他照 所以我看法院附近 有人用跑的 一定是律師 你有沒有說 你是不是跑什麼 跑路 不是跑路 跑法庭 現在因為我們這個制度 訴訟制度 會花很多的時間 在法庭上 所以開完了 要趕快跑另外一趟 怕時間被衝突被delay掉 所以這個訴訟制度 我們剛才講 律師 有請律師 律師會跟你分析案情 那有律師在 一般被告會有這種心態 在訴訟的 搭討比較窄 就是心裡比較放心的下 有律師在 不過常常會有一個觀念是錯的 常常那個當事人 會跟律師講說 律師傅 比較規定 都在說 我都不要說 可不可以 不可以 律師傅說 不是我被告 是你被告 為什麼被告一定要先講 屬性是你比較知道 事實是你知道嗎 檢察官法官當然是問你啊 不過各位 現在法官的規定下面 有一個告知的內容 權力告知的內容 這是訴訟法的規定 所以一開始問案情之前 檢察官也好 法官也好 有的是唸很快 唸到你們聽不懂 聽不懂沒關係 上面電腦螢幕上有 他是告訴你說 你可以請辯護人 你可以保持見末 可以申請調查有利的證據 聽不懂 有 你要請律師傅嗎 不用啦 我就沒辦法請律師傅 告訴你 你可以保持見末 什麼叫做見末 點點不說話 不然你是怎麼 我沒說話我最大 對不對 實務操作上 被告會不會不講話 你不講 心虛啦 一般啦 被告在 從警察局開始就好啦 前調查局開始也好 到檢察官這邊也好 一般都是掏心掏肺 一直講 沒有問說一直講就對了 你再講到三講四不對 不要多講 那不是電視節目有講真 大家說一直講 說到有獎金 問什麼講什麼就好了嘛 甚至於你可以不講 你 接我沒說 為什麼沒說 沒說你沒說 沒怎麼 可以啊 有沒有碰過 我剛剛是講說被告一般都會講啦 有沒有碰過不講話呢 有沒有 有 大概在去年的一個司法官的案子 一個女的高檢署檢察官有沒有 一個女檢察官 後來被告被收押 差不多在庭訊的第三四次以後 他就不講話 都保持接默 他自己是檢察官 他被收押 檢察官問他 當然那是特徵組檢察官 他就不講 我不講 後來還是當然被起訴 不過一般都是會講 現在訴訟法官 關於這個告知的權利 告知你這個權利 又多了兩個 一個他會問你 你是不是中低收入的 有人問說 那黑大 我覺得比較散 有人問我中低收入 不是 法律規定嘛 意思就是你如果中低收入 他還給你引介去哪裡 對 去所謂的 我們現在有一種叫做什麼 律師 那個就是現在一個新的制度 一個拆團法人 那他們會給你聘律師 讓你來 這個法令上 有所諮詢你 甚至可以開庭辯護 都可以 但你中低收入要去申請 他當然有告知義務 還有一個更好笑的規定 他問你是不是原住民 那有人 平地人有的人很生 拿進出去 不是那個意思 那是保護原住民 如果你真的是被告 真的是原住民的話 我們真的是桃園有 新竹也有 他有鑽一個法庭鑽庭 審理原住民的案件 這鑽名法庭 案號也不一樣 前面都一個原來的原 原住民的原 然後後面是義字啊 數字啊是這樣 所以這法律性規定 他在告訴你這些東西 好 然後才能夠開始問下面的 的事情 問下面的事情 在書上法上 當然很多 問案的人希望你能夠 老實講 誠實講 我們一般叫做自白 一般被抓到 或者被傳聞到 講實話出來 那個不叫自首 主秀自首一定是在 還沒有被發現以前 像司法機關 司法檢察機關 去那個 主秀自首的手 手是什麼 手不是投的意思 第一次 自己第一次講出來 這樣的一個犯罪內容 所以法律上才可以給你 減輕其刑嘛 那多半是自白 我們一般叫認罪叫做自白 認罪叫做自白 事物上這個認罪自白 能不能判罪 我承認犯罪了 法院可不可以給他判我 有罪 可不可以 好像可以 但是不是這樣就判 他還要調查其他的證據 來證明你的自白 是事實 不然大家都來自白 今天沒有飯吃我們來自白一下 那裡有三餐吃 啊 旁邊當然要連任選舉的最後一天3.19 是不是 怎麼樣 兩顆子彈打過去 李秀蓮的腳也受傷 誰開槍的 我 自白 抓去拐 這樣不行 不行 所以還是要調查有利的證據 來看看是不是他 有沒有這種人啊 這麼無聊 呦 呦 你回頭再回來 你少一百塊給我 不要說 怎麼少一百塊 你剛才多少 沒有沒有少一百塊 就跟他要 誰理你啊 你不理我 就告 法院很近 曾經有一個 常常愛告人的 寫一個狀子 被告一號二號列到二十八號 然後二十九號 二十九號還刮號二十九 下面是空白的 檢察官問他 你告這麼多 二十九怎麼空白的 二十九你要告誰 你如果不起訴就告你 我就填進去 又有這種啊 又有這種人啊 怎麼辦 我們剛剛講被告的自白 如果真的自白 找到證據跟他講的話 一樣 OK的 大家皆大歡喜 在檢察官那邊 如果是清罪的話 大概可以還起訴 這是新的制度 暫緩起訴 給你一年到三年的時間 暫緩起訴 但是呢要繳一點公益金 交給誰 交給公益機關 可能什麼喜漢兒啦 被害人保護協會啦 什麼伊甸 伊甸基金會啦 創世紀基金會啦 都有 沒有 那繳了錢回來 就把你做一個 還起訴 儲婚 不可以再換 一年內 酒駕 不可以吸毒 不可以怎麼樣 一換罪大概 還起訴就被撤銷掉 所以有點類似在法院判決裡面的 緩刑 但是在檢查過程 他就做一個了結啦 你就不用跑法院啦 當然很好 但是不能中罪啦 不能中罪 我殺了人 我自白 就可以給我還起訴 我看大家都在殺人 當然不能這樣 所以是屬於清罪的部分可以 剛剛講背靠自白 大家都還不錯 都很關係 調查證據還不錯 問題在哪裡呢 如果有共犯 如果今天有兩個共犯 三個共犯 共犯的自白算不算 實務上現在這個的運作很糟糕 假設有兩個共犯 有一個自白啦 沒有錯 我就是跟他去偷的 我沒有錢 趕快給我還起訴 還起訴 剩下那個呢 沒有啊 我沒有跟他去偷啊 共犯的自白 就牽托到他 那這個被告 那個沒有自白的被告 要去答辯這些很難喔 很難喔 實務上的運作常常是錯的 就是說我剛剛講 五自白的那個人 趕快給他清判掉 沒有自白這個人 給他重判 各位想這樣合理嗎 絕對不合理 我最近碰到一個這樣的一個案子 我用 我跟當庭在法官 他本來要結案 我跟他講不可以結 我搬出法條跟他講 依照訴訟法的規定 這種有共犯的自白 156條的規定 第二項的規定 必須還要調查其他的補強證據 來證明 是不是他講的共犯的情形是對的 另外 這種自白 如果他 就已經自白了這個被告 他是任意性的自白 就是說他沒有被強暴脅迫恐嚇 詐欺不正的利益的誘導等等 他自己敢問說出來 那 不能夠結案 還是要調查其他的 不可以馬上結到他的案子 那不得了 所以現在在運作上 我們在 就是說用這個法條 來跟法院一直爭取 對被告應該做有力的程序上的一個調查 事實上法官的調查 在以前的訴訟制度上 是完全由誰決定 法官自己決定 在地院就是一個法官 在高院就是三個法官中間的那個審判長 由他來決定 現在不是囉 現在整個的調查證據 我們剛剛講的當事人進行 所以由當事人 那個公訴檢察官 有沒有聽過 一個檢察官要去立庭 去騎庭檢察官 跟被告還有他的辯護人 共同向法院 個別啦 向法院提出調查證據 的申請 然後法官去排 該調查什麼證據 哪一個先哪一個後 要不要隔離訓問 什麼情況下要對職 要調查其他的證物 要這樣的一個作業 所以不是庭上的法官 可以擅自就馬上做決定 在訴訟法上的規定 常常要有實務上的操作 去給他補充 去給他補充 所以會有所謂的我們知道 大法官解釋 最高法院的判例 最高法院的刑庭總會決議 還有事實上 還有各地方法院 檢察署 他們會開座談會 做一個決議 去補充一個法律規定的部族 我說啊 我們碰到當律 我當律師以後 更有感於說 還好以前我們當檢察官 我啦 當檢察官還沒有太胡作非為 我收押的被告不多 我們覺得說 該保障人權就保障人權 而現在有時候會 站在被告的利益 被告的角度 去了解說 這個事實的 被冤屈的部分到底在哪裡 去把它解套 大概現在的都會這樣來思考 那常常我們感覺在法庭上 各位我相信你們 在司法的案件上 應該是一片 一片純白淨土啦 都沒有了解過 那來聽這個 讓這個 常日了解看看 我們常常覺得 有的檢察官 問案 比警察還兇 比調查局還兇 所以有的律師界會形容 那個檢察官叫什麼 比警察還要警察 比警察還要警察 有的法官啊 這個事實喔 這我不能亂講的 有的法官在問案 我們剛剛講是當事人進行 要由辯護人檢察官各自來問證人 各自來問證人 問完以後法官可不可以問啊 可以 用數目字來說明 假設一個檢察官跟辯護人 我們上面有個交互結問那個題目 就是那個叫做問證人的程序叫做交互結問 誰申請要問這個證人 證人來了以後 由申請人來問 要叫做主結問 然後對方 比如說辯護人這邊就緩結問 檢察官可以再互主結問 辯護人再做一次互緩結問 就一來一往一來一晚 證人被問了四次 四次可能一次有十個題目也不一定 反正我們現在是用數目字來舉例 就是說這個證人 假設公訴人檢察官 他問這個證人問了十個問題結束了 我們就碰過法官會問三十個問題 這個法官用我剛才那個照樣照句 他怎麼照句啊 比檢察官還要檢察官 這對不對 不對 法官是住在中間的人 對不對 以前我們一個大法官叫做姚瑞光 當然他是開民事庭的法官 他是權威 所以這個今年五月二十號 鄭大好像來台灣護校 護校六十週年紀念好像 姚瑞光九十四歲 這個姚大法官九十四歲 現在沒當大法官也不教書了 九十四歲要怎麼再教書 身體也不是很好 但是來頒給他榮譽法學士 以前他教我們課 他就講開庭沒有那麼困難 用下巴開就可以了 下巴是什麼 馬上 馬上等於 mysterious 馬上開爪 馬上搖 我會不要 要用下巴怎麼開庭 比如說啦 原告 被告 叫你講就對了 我趕快講 換他講 好會害 如果你講太多話 有的真的法官 講的比被告講的還多 不需要 所以古人有一句話叫做法官不予 沒有你說話 說到就對了 不然你怎麼會下去跟他講 曾經有個法官 最近有個高院的法官被彈劾 以前就常常人家講他這樣子 有時候問證人 當作人都問完了 我怎麼問 你不用問我來問 他就問了 證人就講了 你講了 違證 我再問你 我再問 又一個違證 辯護人也是司法界下來的 什麼啦 你還要問嗎 我查清楚我再問 又講了 又一個違證 那個律師啊 適可忍孰不可忍啊 站起來 卷裝包起來 什麼啦 我接觸未練啦 你自己去叭戲 我沒你插戲 我走啦 真的 這事實啊 這個 法官後來被彈劾 被彈劾公佈那一天 戴個墨鏡 又開庭 我其實都是辦案第一名的 我沒有怎麼講 大家都在講 他開庭他自己前面沒有個鏡子 回去沒有聽錄音機 自己開庭什麼態度 也有過一次交通案件啦 準備程序你開完 我下面有寫一個 準備程序跟審判程序 準備程序去開完以後 就由審判長來問啦 告願由審判來問啦 問都還沒問 被告 無罪齁 無罪齁 我說 我來給你判我做得出去叫請農事 可以這樣子嗎 這怎麼是法官呢 被處分 檢察官也有這樣子啦 檢察官當事人沒有來 下次來了 你上次跑去哪裡啊 我上次沒有跑去哪裡啊 川南怎麼不來 我沒有收到船票 你沒有收到 好 等一下開完庭 我把船票切在你背後 看你會記得嗎 什麼話 也被彈劾啦 現在資訊很發達 上網對不對 投訴 所以其實現在很多東西都是透明化 問題是這些審判工作 本來就是神在做的工作 由人在做 人的內根性還是很多 我剛剛講 檢察官問案比調查局兇 法官問案比檢察官還厲害 這不像 對不對 沒有各所本分 最高法院在101年2月 曾經有做一個決議 這決議太棒了 他要求法官 調查證據 法官依職權 我剛剛提到 調查證據應該是 當事人來申請對不對 我們再來調查 如果你是法官自己主動要調查的證據 一定要本於公共利益 社會秩序 而為被告有利 你才可以依職權調查 他那個決議文 用了兩個字 不得追隨檢察官 而為調查 假設調查沒了 啊 平衡的 你如果不能調查 來來來來 再調查幾個 不可以這樣子 因為他是公正的地位嘛 對不對 兩邊都平等 當事人平等主義啊 所以法官一定要公正 我說這個是最高法院的要求 有沒有做到 還是沒有做到 還是很多案子啊 這法官都 都贊官的啦 我們被告說 你說沒有 沒有檢察官為什麼給你起訴 這什麼題目啊 你說你沒有做 沒有做檢察官為什麼給你起訴 這什麼題目 以前有個被告啊 打得很好 因為我檢察官是壞人 你法官是好人 那壞人過啦 我來等這個好人看怎麼給我判 希望你還我清白 說一個法官是要定期 很多人問嘛 莫名其妙的 一樣啊 證人 那證人剛剛都那樣講的嘛 你跟他有沒有冤仇 沒有 你看沒有嘛 所以他講的是對 這邏輯是怎麼推論的啊 沒有冤仇他講的話就是對嗎 我講義上 處任未必天宇 欸 講義有沒有 量物未必黃金 這位他在說什麼知道嗎 大家要怎麼說 處任未必天宇大家怎麼說 你怎麼這麼說 聽不懂啦 我們大家有一個月 肚子膩膩膩膩不一定落荷啊 對不對 對啊 嘴破啦 夠爆料啦 都可能啊 所以這個是證據跟事實 一定要契合 喔 法律的用語又叫做 相當因果關係 要有因果關係嘛 今天那個人我車開車給他撞到 我已經打 119救護車來了 我就報警了 啊救護車來 剛才路大火對不對 哇 高速公路車開車 那開車就停在樓 送去到台大醫院齁 還好來得及 還好趕快緊急開刀 停電 啊被用電源 派去 啊什麼呢 換什麼去 撞去 有沒有相當因果關係 跟我撞到有關係嗎 這叫做什麼 可能條件中斷 可能條件中斷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法律在判案 一定要這樣考慮 那有的法官就會像這種案子 你如果沒有撞到都沒有後面的事情 算你衰啦 不然你不要撞啊 講說有什麼意義呢 對不對 那其他因素不是我造成的嘛 法院你就是要這樣公平 你不可以跟一般所謂的謝罩人的公法 隔壁三千步說的一樣意思 你三千步做法官就好了 所以法官就是一定要 在因果關係上 證據的邏輯上要對 處任未必天余 量物未必黃金 大家怎麼說 沒什麼怎麼說 大家說 會發量的未必是黃金 就是意思這樣 就是說 一定不要看表象 不要看表面的現象 一定要去追這個整個的過程 到底是什麼 哪一個是重要的因素 哪一個是重要的因素 所以我們法律上常常說 不可抗力 有沒有聽過 不可規則 開始的責任是我 開始的責任怎麼樣 在預估的範圍內應該是怎麼樣 這我該負責 其他的條件中斷 條件介入進去 導致於結果加重了 可能不是我的故事 不是我所做的 那我們就要把它釐清楚 把它列清楚 在訴訟法上 現在的一個制度上就是 他在法院就分開兩個階段來審判 一個階段叫做準備程序 一個階段叫做審判程序 準備程序不管在地方法院還是高等法院 他如果是數字案件 訴訟的訴 如果是數字案件 在準備程序是一個法官 出來處理這個準備程序 地院高院都是這樣 如果到了審判程序 地院會出三個法官 高院也出三個法官 這個在跟我們以前 民國九十二年九十年以前 的觀念不一樣對不對 以前都是地院一個法官 高院三個法官 最高五個法官 所以一心什麼 重盤二心 鹼盤三心 吃地甲米山 有沒有這樣 也有 也有沒有 我們現在不就個案來討論 我只是在講說 訴訟上這樣的改的制度是什麼意思呢 很煩 準備程序不一定開一次 他的重要任務 法律有個規定 他主要 第一個 問被告 你認不認罪 很重要 被告說不認罪 好 就下面開始來 申請調查證據等等 被告說我認罪 哇 那是多了幾年 你認罪 很好 如果是屬於 輕罪的範圍 就可以怎麼樣 可以用 檢疫 處刑判決 或者用 檢視判決 都不用調查證據 還可以怎麼樣 來協商一下 你去認罪 這條 最長五年 你不判決 幾年 有可能 法官的問 如果說你希望判決 幾年 有 而且必須 這是法律規定的 不管什麼案件 問到最後面 法官一定要問被告 你希望怎麼判 你希望怎麼判 沒人這樣說 我無罪啊 對不對 那我剛剛是說 認罪 會問被告 你認罪你希望怎麼判 抱歉我這首事有時候會指你們 這不是你們 五年以下 就是切到 好啦 你來認罪 你肚子養 頭拿著麵包 那麵包肚子養 整個麵包吃得飽 你把 你吐司這樣拿下去 那不是真的肚子養 還是要拿去賣 極限 我總是不能吃七餐而已 對啊 像要問你 怎麼判 這法律規定 你可以自己講 三年五年 你要判幾年 一般會怎麼講 認罪不能說我判無罪啊 法官 尽量輕 要給我判罰金 為什麼 我沒有錢 還給我判罰金 其實怎麼樣 罰金也好 醫科罰金也好 都不用去關 對不對 那你不判罰金 要判什麼 還是要罰錢是最輕的 那裡面去關 除非你真的是想吃裡面的飯 看那個政結的案子 把看人所裡面便當都公佈了 便當就吃這個吃這個 好像不錯 我來吃看看 一般大概都說 請法官 重慶處罰 給我一個自薪的機會 大概都是這樣 大概都是這樣 所以這個在準備程序 如果是認罪 就很簡單的出價 但重罪不行 比如殺人 解我搶劫 犯毒 製毒品 製造業 要怎麼判 不能夠輕判 一定要是在本型以上 本型以上 最低本型以上 來量刑 所以這個也是一個訴訟上 一個比較進步的 讓當事人可以講出他所想的行度 相對於當事人的所想要的行度 還有一個當事人是誰 我們剛才講檢察官 檢察官 你當事人說要判六個月 檢察官不要表示意見 要 同樣我說當事人進行主義 法官再問被告 也要問檢察官 檢察官有沒有意見 如果他認罪 賠償假設有對照 賠償給當事人 希望怎麼怎麼判 剛剛講到一點 我都沒錢 你又判我六個月 現在一天要多少錢 一千塊最低 最高可以到三千 所以如果萬一判六個月 就要去罰十八萬 十八萬 什麼人有十八萬 薪水可能高科技才有 所以就當事人講 我判清又那麼多錢 那我要去關 好像很奇怪 所以在要求刑度的時候 當事人會多出一句話 如果這個人 這個被告他沒有錢科 前提上一定他沒有錢科 他可以要求判緩刑 緩刑可以要求的 條件符合 法官一般也不會為難 判緩刑 給你判緩刑 那除非不能判緩刑的案子 比如說最低本刑他是三年以上 那沒有緩刑的問題 除非你還有僅刑的條件 才有可能這樣做 那法律上 常常一些制度的設計 應該講是越來越進步 問題是法律的進步 突法不足以自行 因為法律在規定站那邊 法官還是老太老樣的心態 還是以前舊法的思維 那種職權進行 開庭就是他的天下 如果是那樣的話 不對 以前有個法官 對報紙講了一句話 因為他辦了一個大政治人物的案件 當然藍綠色彩有關的案件 記者就在挑釁挑撥離間 設局給人家講話出來 再大做文章 這種這麼敏感的政治案件 你要怎麼決定呢 法官講得多漂亮 你看我的眼睛 我的眼睛是黑跟白 我的眼睛沒有藍跟綠 對不對 本來就應該這樣嘛對不對 本來就應該這樣 有沒有色彩的法官 當然有啊 當然有那些很深 問那些就知道了 有的私下會講他對誰很重心 拜託現在還在崇拜 還沒行 當做神在崇拜 我經常說 不要我們像當檢察官當法官 也不要自以為是神 我是正義之神 以前有一個正義之神 現在就聰明了 專門挑大案辦 辦到最後呢 地方老百姓 我這個覺得很厲害都辦大案 十九班 就寫個信去問 說我的案件給你辦好不好 我在你們地檢署的案件 已經一年都沒有動了 也沒有傳不知道怎麼回事 希望你能夠把案子拿過來辦 這個為民生冤 生章正義 就插到那一件就是一件 案件太小了 不用辦放的 不可以這樣子 所以我們辦案 本來就應該貶著良心去做 所以我們這裡有一句話 說一般在案件上 要我心如蹭 不要為他人做輕重 這個是諸葛亮的一句名言 這是諸葛亮的一句名言 那現在問題是說 在法院 常常有一些量化的動作 很不宜 什麼叫量化呢 把司法案件 用數目字來表現 我要舉一個例子 用數目字表現 原則上 看看他適用的點在哪裡 現在會公佈一些 比如說酒駕 你幾次就該怎麼判 大家都不用來關說 不用關起門來說 就是這樣辦 如果沒有照這樣判 酒駕等於是全民公敵 萬一又肇事又怎麼樣 肇事逃逸也一樣 六個月以上 不可能判六個月以下 去依格罰金 所以這些是可以量化的 這些比較輕微的案件 可以這樣做一個量化 表示說 你什麼時候你要酒駕 三遍了 頂兩遍說不記得你不對 一邊以為是保利打一邊以為是蠻牛 結果都是喝到少酒 這邊總不會再弄錯啦 所以這樣的一個第三次 現在實務上第三次就要去關 就要去關 沒有話講 第一次第二次還給你一顆罰金 那這個是一個用數字 數量來做一個規則化的 大家 規則化的一個判決 大家都沒有意見 現在實務上碰到一個大家 我們律師界比較 批判的一個動作 就是說 最高法院的案件 在以前 我們常常說最高法院 不自己判決 常常發為更審 跟來跟去 跟到不知道 跟在哪裡 這發為更審 各位聽過沒有 意思就是說 第一審判了上訴第二審 第二審判了上訴第三審 最高法院認為上訴有理由 發回高院去更審 判了 在上訴最高法院 最高法院又認為要發回更審 前面那個更審叫做更一 第二次叫做更二 我們判過到更十的 更十耶 你還二十一喔 沒有 有碰過喔 真的我們講 天長地久有時盡 此種案件 綿綿無絕期 要辦到當時 我真的講 我所上的案子 當律師以後 他八十九年的議員 地方的議員 打到九十幾年 九十七年還在打 已經再做幾年了 還要再說啊 上次那個無效 氣笑耶 集中聯合都要害 這樣子 好奇怪 那現在最高法院了 他要求 十個案上訴案件 只能夠一個案件發回更審 其他九個要確定 這樣好嗎 改良 改良 我現在就提到這個問題 這個量化對不對 最高法院十個庭啦 每一庭都一床才可以做 所以都要白條 我眼鏡的內容性質 跟你隔壁不一樣 要怎麼量化 那量化本身對不對 那九庭有夠衰 要怎麼量化 每一庭都給大家尋得才有理由啊 那要怎麼 拿到庭上 電風車 找不到那一庭 喔這庭太重要了 你看 很重啊 所以我要拿起來 這個叫重要 化為更審 放下去 這樣輕輕的 刷刷刷刷刷刷 可以這樣嗎 這個叫做腳網過正 過猶不及 以前動不動 查一個理由 犯罪事實敘述 被告慣用左手 何以凶刀位置 的傷痕在右邊 要查明 事有未明 宜再調查 就化為更審 隔壁不及到手台 叫鼻孔來比喚 他好無聊喔 對不對 好無聊 這個其實這些都不是重要的真點 以前一直化為 讓高院的法官真的是 沒有辦法高高再上 他就是案件壓力很大 但這樣一改也不對 也不對 所以我們 當然上次有一次在講說最高法院的分案 都沒有人知道是誰辦的 可能會有什麼問題 我認為那個不是問題 最高法院是一個中審法院 你要知道他誰辦的幹什麼 去官說啊 不然你知道怎麼說 他也沒在規定啊 對不對 你說我要月券 月券你就月券啦 他也沒有禁止你月券 你一定要知道誰辦的要做什麼 判言書出來也是五個法官啊 也不會說現在叫做個資法 我們看外面補習班換榜的 榜單中間多用一個圓圈圈 不會啊 所以這樣的量化 我們認為在法律上 對被告權益真的有所損害 真的有所損害 法院要達到他的公證 就必須就事實證據 好好的一個去認定 你採的證據 與法不合 高院採的證據與法不合 你最高法院發現出來 就應該要化為根審 不是在挑那個雞毛蒜皮的事情 如果每個案子 都能夠很認真的去辦 你很謹慎的去化為根審 就不需要數量啊 不需要去數量啊 年底選舉優大了齁 選舉能不能買票 啊不能買票什麼叫做買票 錢到買 啊怎麼不是錢呢 送東西送多少家 大家叫我買票 剛才不行 不可以超級30塊 喔這有經驗 有看報紙的經驗啦 報紙什麼的 什麼叫30塊 新台幣 動年新台幣 30塊是什麼 市街 大盤的 中盤的 小盤的 出場價 什麼叫30塊 市街 台北市 高雄 屏東 五三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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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又是一個量化 好 其實我們在選舉啊 拿到最多東西 最多的東西是什麼 不要說錢喔 原資比 面子啦 對不對 面子一包多少 幾包啊 一般說 平均啦 好一點的大概一塊五毛錢 那可以幾包 20包 沒超級30塊 多一包就要拿去拱 這樣對嗎 所以這個量化很奇怪 以前開始在討論這一段 我是絕對反對 日本 有一間買票怎麼買 送名片而已 啊 名片怎麼買票 金子做的啦 我怎麼回事我 對不對 名片欸 那是怎麼買票啊 我們小時候 住三年報 來選舉高 有電影票 衛金 以前是賣米蘇 對吧 米蘇民軍三位 比較好歹 理長才有拿錢來對 現在存幾個 沒有 沒有 沒有要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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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六十 叫什麼 本來就不能這樣 選舉方式要改啦 我第一任當主任檢察官 到澎湖 到澎湖剛好要選舉 就去宣導選舉 澎湖的老百姓很純樸 宣導的時候 第一個做前面我印象 他問我 我請問一下 你這什麼叫做主任檢察官 這什麼意思啦 我請問一下 我幫他抗肚 我怎麼開設主任檢察官 我想想說 主要任務是當檢察官 簡稱主任檢察官 以前在蘇林做檢察官 有一個主任 真正主任 主任檢察官 開車闖紅燈 逛到 當我走過來 闖紅燈在以前 除了繳款以外 還要去幹嘛 上大安會課 廢報 上課 一驚一驚 卡上去 我們會電話 我是蘇林的 林主任 當時的一段 我叫了 我傳真給你們看 上課 我這麼不可以 不要去 你哪裡主任 我蘇林蘇林地監 林主任 林主任喔 林主任我告訴你 上課 可能要來喔 因為那些學員 很多都經歷總經歷 你才主任而已 聽起來 憤怒說 你是八月八月 要這麼主任多大 所以你沒有總證 這麼大 你在檢察署裡面 主任檢察官已經很大 可以講 這檢察長之下的主任官 他到底跟你開玩笑 姿勢 現在叫到 叫到甚麼 現在有個字叫 叫到爽你 還是說他真的沒辦法輸 搞你當作 很豬辱 如果真的是這樣 我們以後主任檢察官都改為 副總檢察官 副總經歷官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現在這關法律的東西有時候很 本來法條都是抽象的 就是具體案件以後才來符合看法律規定對不對 是不是有符合這法律的規定 你做的行為有沒有違法 違背這個構成要件 是用這樣來判斷 如果說要用一個數量 或許各位先生各位女士會想說 酒駕不是用數量 你的酒駕值多少 那個是一定要的 我不是全部火令數量 像我剛剛講說 像幾次酒駕就應該怎麼樣這個我同意 但是比較沒有辦法數量 要用數量去規範會產生很多後遺症的時候 問題就來了 比如說我剛剛提到的 你用數量來決定要不要發揮根審 這樣就對了 這真的是一個重要的問題 你用數量來決定說三十塊 三十塊七角就是買票 二十九塊九就不是 大家如果出一名書說這二十九塊九 會造成這樣子 所以法律是一個抽象的 行為是一個具體的 要兩相印證過來 才可能合乎我們一般所謂法的價值觀 法的價值觀 古代的法律的法 我稍微跟各位介紹一下 很有意思 大家有沒有看過這一個字 我寫得大力的 三點水上面一個好像 好像路又像那個推劍 劍任即關那個劍 沒有草字頭 下面一個去 下面一個去 這裡在說文解字 叫做法 法律的法 現在就是這樣 現在存在這樣 那什麼外國跑去哪裡 那不是外國喔 這叫做這個 第一 在國語的音 讀著字 是一個獨角獸 是一隻神獸 說文解字就這樣寫 說這個法字 兩個人 兩個人 兩個人叫什麼字 兩個人叫什麼字 三個人叫重 一個人叫人 兩個人叫什麼 剛剛有人講對了 從 各位有看過聖經的 誰從誰所出 誰從誰所出 從不是這樣寫對不對 這兩個人 從水平之如水 說文解字下來喔 說文解字下來喔 然後呢 以這個字 去 不質責 用這個神獸 去 這個去就是抵觸 那裡 去用那個角 角在哪裡 這隻角 獨角獸 去抵觸不正直的人 這個叫做法 哇 好像說過 本來就說過 古早的事情 這個是這樣寫 這個字 現在跑去哪裡 沒了 這隻字 這麼奇怪 現在要辦案 放他出來 沒有辦法 到底誰 誰講的才對 以前又沒有測謊機 拿去測謊 現在拿去測謊 我們辦案也最 我啦 其實至少我最討厭用測謊 辦案 那假期的東西 對得不對 在觀念 我們人的卸名 我們人的剪刀 很奇怪 尤其這個東西 還不是 還不是發展得 非常的正確 以前就是有這個神獸 當憲太爺 不能 決斷事情 的時候 用這個字 放出來 他如果去抵觸那個人 他沒有生 想哭 臭臭 他就不對 那以前怎麼翻呢 用這種字 說的漫測 以前呢 你怎麼講呢 現在要製造去哪裡 你要講笑話的話 我就說 以前就沒有野生動物保育法 你晚上把我們住的 日常把我們住的 醋 海拿去沸 小弟晚上就把他搶下來 煮來吃 大家都拿去吃都沒有了 現在沒有這個東西 那法的意義就是這樣子 平之如水 那現在沒有字的是什麼 就是一些規範 一些法令規章 這個法不限於行法 也可能是行政法 也可能是民法 那用這個法 你說去 就是抵觸 有不正直的 有不對的 這個才就是法 這個有時候我們 這個造字 中國人造字很有意思 上次我們很多那個 現在的法學教授 但我們沒有碰到 那時候比較年輕 以前教我們法律的那一代的人 我都給你送這款 幾年住的 十幾年住 你幾年次 年齡是秘密不能講的 以前教我們 我講話 教我們法學的 課程的 那些老一輩 大概都不在的 我剛剛講的姚瑞光 大概幾個 叫做什麼 碩果僅存的 我的指導教授 研究所的指導教授 現在還在 九十二歲 當律師 每天早上上午上班 開事務所的門 厲害喔 陳萬生 陳老師 九十二歲喔 我們以前 一個教民法的 民法載篇的老師 正義坡 不曉得有沒有聽過 有讀過一點點法律的 他的書很多 他是日本的文學博士 可是教法律 很厲害 他教得蠻好的 講很多笑話 以後有機會再講 最多的一些教授 我們當時人 實在有時候上課也蠻辛苦的 各位很認真 我講的國語台語還好啦 都聽得懂 以前教授跟我們講的 有時候我們常常聽不懂 聽不懂還沒關係 筆記還給他照做筆記 結果大家都來亞文共賞 寫得對 因為那個腔調太重 我們說有一個 教我們海商法人 那真的是上課 很難很難聽得懂什麼 他第一天自我介紹 我就不曉得他在講什麼 他說各位 我動物大學來了 動物大學 在營蒜 我叫營蒜 我是狗雞貓鴨系 還有道理喔 東武大學 國際貿易系 你要插他嗎 他就跟你說這樣 我來講我們現在 法學泰島 他當過最高法院院長的前國城 我都叫他一八 教我們法律民法也是一樣 第一天上他的課實在沒有辦法 第一天上他的課 他跟我們講各位同學 三明法我的明很重要 quais 明法里面注意牙齒 注意牙齒 牙齒啊 馬麻啞的牙齒最重要 然後要注意歐的牙齒 說我重點那鍋的力量 他 OLI patches 他是講說 棉花裡面瑕疵很重要 瑕疵很重要 瑕疵裡面媽媽的瑕疵很重要 買賣的瑕疵很重要 媽媽的瑕疵以後我的瑕疵也要注意很重要 瑕疵的瑕疵很重要 我們買賣不是管理要注意東西有確實 買賣瑕疵 全力的瑕疵 瑕疵的瑕疵 筆記炒完後趕走去問到副座長說那是在搞什麼 亂寫 注意聽慢慢聽就聽懂了 所以我們當時看書比上課還重要 不然最好的課要怎麼哭起 副到副座長說什麼 真的是這樣 現在法院開庭 我在上一堂也講過 各位可能有原住民 有客屬 有閩南人 問題出現在哪裡 出現在法官跟通義 我們真的碰過 請一個證人被害人的媽媽八十幾歲來作證 法官不會講台語 問他 我用國語問喔 我們有通義 你只是一聽 阿婆說 你就問這你問啊 這問話要由通義來傳 他那個是他兒子被綁架 魯仁勒署 法律沒有綁架兩個字 法律叫做魯仁勒署 你兒子被綁架署 你知道嗎 通義 法官問說你兒子被綁人的兒子啦 你知道嗎 是說你兒子怎麼啦 綁人的兒子啦 綁人的兒子怎麼說 台語怎麼說 你問我我啦 我不認識你 我不會被綁人的兒子啦 我那小兒因為那個犯罪事實的陳述說 他打電話向他媽媽求救 他媽媽就開了一張票 借了一張票去把人贖回來 法官也一樣問 你是不是有拿一張票去把人贖回來 通訊就說 法官問你是不是有開票 把這個父親切回來 有啦不然要那些手銀都不賺 手銀不賺 支票退票不對線 所行日本的漢文 我們很多日本人在臺灣五十年 我們很多台義 用到日義的漢文 直接翻譯 有嗎 日本料理店 如果不吃到日本料理店的店 會聽聽 拜託的主意想 日本料理店如果 你是 有先跟定下 會補 六點半來拿 要有一個窗口 會寫兩字 很多人在點頭啦 主文的啊 這個已經融為我們的文化 不用排斥 對不對 所有的醫院 台語怎麼講 沒有 只有台大 代代病醫 出娘老公病醫 有沒有那個意思 對 習慣 台大醫院是本來就 志祭時代就有的嘛 對不對 代代病醫 他以前就是病院喔 病醫喔 不是下醫院喔 醫院是醫院喔 我們說習慣啦 代代病醫啦 怎麼有說來長庚病醫 沒有 成庚醫院嘛 怎麼來更新病醫 慈濟醫院嘛 對啊 所以這是習慣用的 啊這法官人不辦齁 還要跟他糾正 還要不辦齁 還要不辦齁 真的很多 日本文化也是 自己也是眼鏡過來 各位聽過 日本最偉大的皇帝 日皇是誰最偉大的 一般講是 明治天皇嘛 明治天皇 有一個把日本的那種 民主性喔 變成很有至尊 的一個動作 他本來日本人 只有 黃氏 木虎 武士 那些將軍 才有姓 有姓 姓什麼啊 老百姓沒有 所以名字為姓 他說外國人有這個姓啊 他叫做什麼 最後一個名字 最後一個名字 所以他要公佈全國啊 在年底前通通每個人都要有姓 所以他們家啊 如果菜在山中啊 就人家去報說我叫做田中啦 開門頭看說有三個 蟲子啦 我們叫做山木啦 我們家像烏龜 叫做龜太郎啦 我們家中的龍阿婆叫做鬼種啦 有沒有 齊夠的叫做什麼 全養 不是養全喔 養全就是你一部分 動詞在後面 全養 那有夠齊 不是啦 齊夠的 所以從日本人的姓氏 也可以看出什麼 他們祖先是什麼 大概意思是這樣子 那我剛剛講的 我們鄭義波鄭老師很有意思 那這些我是覺得 我是在跟各位報告說 一個法官 一個檢察官 他如果辦案沒有這樣一些 基本常識或是自己 平常叫多學習 真的是 要查一個案子 沒有辦法進行 也會有很多的落差 很多的落差 你不懂民情 我剛剛講過說 我在澎湖 我們在宣導 要乾淨選舉 澎湖人 我晚上去丟搭 我也不會掛個牌子說 我是主任檢察官 去他們那個開會廳 坐坐的聽他們在講話 路邊探吃 我聽了一個對話之好笑 跟各位分享一下 那時候有三個人要出來選 縣議員那個區 比如說一號二號三號要出來選 三號是從美國回來的博士 一號二號是在地的士生 一號好像是連選的 就是要連任的 結果這對話的老百姓怎麼講呢 這邊三個出的 很奇怪 那一個第三號 那是不是你要索銀鴨湯 說你怎麼這樣說 索銀鴨湯知道嗎 說你怎麼這樣說 不想不失了 那兩個都沒有標示 一個叫李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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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有意思意思 要算嗎 都沒有探討 這樣對 爭腳就是這樣 所以那可能是以往的文化 要怎麼樣 要把它破除掉 就要好好的講 所以我去演講的時候 那個余慧啊 那個余慧啊 余慧理事長說 主任前來看 你可以說台語嗎 不可以說台語嗎 我們那裡聽不太有的 你盡量說台語 我說你放心 我不要用台語跟台語電台燒 你用燒麻 所以我那很厲害 那個是我辦過的一個案子 在這裡你們可能比較知道 有時候辦過 我們辦案是辦到哪 但是實際上不能結院 那當事人要跟我結院 我也沒辦法 本來辦人過人 叫我都拍人 我辦過那個地下電台 許容奇的案子 台語之聲 我都被他追殺 我後來到那個 南投去當主任檢察官的時候 他打電話給我 但是你們 你們有一個檢察官叫這個 許良錢 你罵沒有 許良錢 做人生的事情 跑掉了 我說有的時候 我們價票 以前價票辦公室的校主 他現在跑起來 補照會誰 你有看到嗎 我說有 我有看到 要跑起來 我說要跑起來 要跑起來 要跑去哪裡 你要說 什麼跑去哪裡 說我要講 你說你百里 我拜一下我講 他跑去哪裡 你說啦 現在電台 對我奉上 你說得大家都拿 你說得一堂 說得像胸口 在靠腰 逼我講 後來我只要跟他講說 這個麥克風這樣大家都聽得到 是啊 你說全民公敵大家都來這裡 我跟我說 喔 大家注意聽 張主任要說許良前走去哪裡 我說好 我只好講啦 注意聽喔 許良前走去哪裡要問您太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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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句給我求婚求很重 有時候是這樣子 我們在第一線辦案會碰到這樣子 沒有辦法 也要應付也要應對 那辦案其實很辛苦啦 但被辦的人更辛苦啦 那個李瑤啊 有人問過他 各位思索一下這句話的意義 李瑤會常常告人嗎 連他太太自己 太太都在告 胡怡夢他都告來告去 以前他的東家那個什麼雜誌社也告 李瑤的案子我辦過一件 他告誰告得很有意思啊 李瑤啊 李瑤沒聽過的幾首 都有聽過嘛齁 他那個案子告什麼呢 李瑤是住二樓 一樓是牙醫 牙醫 牙醫本來是租的 後來跟那個房東買 就買一個舊的房子一樓買 牙醫當然一樓最好啊 後來呢 李瑤的二樓啊 招小偷 他就告一樓牙醫幫助竊盜 一樓按照幫助竊盜 他說警察官 你有所不知 你可以到現場看 後面的防火像不能蓋 他做廚房 小偷就是從廚房的屋頂到我二樓 把窗戶打開透我的東西 所以沒有他的一樓幫助小偷不能上二樓 我說你是共犯的 你窗戶沒關好 在那邊看 怎麼會這樣搞的啊 不過李瑤他學問大 他 有一次有一個人問他 李大師 你常常告人家勝算有多少啊 你有沒有自己算過 贏的比例是幾件 我們剛剛說發揮根省九件不準 你到底幾件贏啦 李瑤啊 哈哈 你搞錯啦 我告人不求贏 我只要求啊 他接到法院傳票 去去搶 晚上睡不著 高血壓 腦中風 我就贏啦 所以啊 我在這裡奉勸各位 不是你們 奉勸各位回去跟你的親朋好友鄰居左右 如果他們有收到法院傳票 不要睡不著覺 更何況如果李瑤告的話更要睡覺 我在這裡要跟各位講這一段就是說 訴訟是很煎熬 真的很煎熬 我們曾經碰過一個案子 再開辯論四次 什麼叫做再開辯論 就是一個案子已經辯論終結啦 法院定 比如說啦 定 3月1號宣判 下午3點宣判 3月1號 以前幾天大概都睡不著覺 是要怎麼跟他拚啦 對不對 然後來拚杯 問行 媽祖沒說OK啦 結果監測人佛祂說 嗯 要注意喔 抽的簽 每天都不一樣 要怎麼樣 就睡不著覺才會這樣 3月1號 下午3點 有的當事人很熱心 啊 自己的事情 自己在聽 欸 沒有宣判 蘇貞官怎麼沒有宣判 喔 那個案子啊 法官說再開辯論 啊 再開辯論 什麼時候開 會收到傳票 我滾六天睡不著 跟他說再開辯論手腳好 啊 沒辦法 再開辯論收到傳票啦 有辯論什麼 我跟各位講 沒有辯論的啦 都各說各話啦 要叫做辯論 不是電視上看那個學生在辯論那樣辯論不是 再開辯論啦 然後又訂4月1號宣判 欸我沒有宣判 我說總共4次 在第三次的時候 當事人會問律師什麼 教授 如果探討看看他是在等什麼 是在等是不是 我能夠幫法官講說他在等還是他沒有在等 這就讓人家誤會嘛 你懷疑案子為什麼不解 為什麼不解 我們剛剛講花圍根審 花圍根審 我講一個素審法 有沒有 這是最近才定的 一個被告一直被押 要到最後再宣判 各位 在裡面的日子 我們講的 電視上的那種影片叫做苦搖的日子 一個當事人在監獄裡面關 我們古人有一句話 一人在獄 十人在圖 十人在樓頭在遭遭 對不對 全家關心的人都在關心嘛 一個輸送案件 拖那麼久不絕 以前也有過啊 有人會直接找院長啊 要去拖嘛 有桌不桌就去拖 這樣不拖 大家心都不聽 如果不給我們再上手嘛 就是這樣要求啊 尤其現在人混在壓 對不對 不是我們看的那麼簡單 在裡面的日子 外面的世界 全部都斷 所以素審法規定 如果一個案子 在判決確定以前一個被告 只能關最多八年 如果再不判就要放出來 就要放出來 超過八年的案件 如果你這個被告 願意認罪的話 簡辦 行簡辦 大家都快結束啦 這樣好不好 也不錯 但是素審法因為剛剛才 這個頒布施行 沒有兩三年而已 大家還在摸索 希望能夠找一個 能夠更順利執行的一個 來檢討一個內容 總之就是說 有建於以往 就是這樣的一個 訴訟冗藏的一種情況 那也不得不 有這麼一個法律出現 其實在救濟法律的案件裡面 還有兩個方法 一個就是說確定案件 一般就是要去關 要去執行 有罪判決的話 我們有個會上訴跟再審 各位聽過沒有 再審是就 事實錯誤的部分 再提出來 找出那個 事實錯誤的部分 再去再審 徽章受訴是就 法律上的錯誤 提出來 徽章上訴 但是兩個程序不一樣 再審是向原來的 事實審法院 確定的事實審法院 比如說高院確定 向高院提起再審 徽章上訴 是要由檢查總長提起 檢查總長提起 徽章上訴以後才會 由最高法院來判 這個徽章上訴案件如何 但是檢查總長 要不要提起徽章上訴 由他自己決定 我們老百姓很多寫了很多理由去 申請徽章上訴不見得準 都是他那一關在把關 最近一個檢查總長出了什麼事啊 管鎖 血密 這件你們有關心嗎 總長黃世民 我在這裡跟各位說一個 不是秘密的公開的秘密 黃世民跟我大學同學 他當官以後啊 非常生活嚴謹 據說啊 他身上沒有帶錢 只有帶車票 要吃飲料要怎樣 吃什麼飲料 法務部都有菌水可以喝啊 菌水在那邊 田裡放得冷就好啊 中午只要吃飯啊 吃飯有帶便當 所以他要錢做什麼 所以有時候我們在 同學之間在笑說 有可能喔 他不知道現在新台幣有兩千塊 他沒看過 黃世民自己 非常的嚴謹沒有錯 那天 因為他後來被地院判三個罪 三個罪喔 現在因為叫做一罪一罰啦 所以他有三個行為 就是第一天去跟總統報告 第二天跟院長報告 第三天總統找他去報告 跟他三條 還好每一條謝密罪都是判醫科罰金 加起來要繳 不少錢喔 好像要繳到四十幾萬 以前 多有車子坐 現在總長沒坐啦 去坐最高檢察署的主任檢察官 要坐公車坐捷運 剛好碰到 戴個口罩 我看就是他 他一直看我 我就不舉手 看他要不要舉手 他終於舉手了 因為他戴口罩嘛 如果我叫不到人要怎樣 抱歉 我曾經被 走過一群後面的人叫我的名字 很厲害喔 誰叫我的名字呢 我回頭一看 這個什麼人我都不明白 所以有一個禮拜天早上 民國九十二年啦 禮拜天早上 在中間紀念堂 我們家自務辦附近 就一群老人圓機舞走過了 那個紅衣服 白褲子有跳圓機舞的 走過去 有個人就叫我 就回頭看 一個老黑啊 我想我們那附近 很多司法前輩 我可能眼著啊 看不清楚是誰 那請問 那個老先生說 長男生你不明白啊 我認老師耶 我說啊你白老師 他講我就說你白老師 白礦目白老師 我就叫他名了 你責心那麼好 各位 那是我小學三年級的老師 民國四十六年教我 那一年而已 我在三重喔 我就轉到台北西門國校 四年級開始 從此沒有見面 四十六加四十六等於多少 九十二年才見面 他跟他叫耶 我還會記得 我還會叫白礦目白老師 現場我們兩個站在那裡 我說我記得早上 你還知道我的名字 還會記得我的名字 我說老師你叫得出我名字啊 我還會叫他 我還會叫他 你會叫他叫什麼 我還會叫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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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辦公室就是辦公室 跟辦公室看起來沒關係 你這一問啦 記憶就回來了 人如果老都記以前 我還會叫他 我還會叫他 後來我就請同學 請找了三個小家同學 請他吃飯 我也很好奇問他 然後問老師 你如果叫不到人要怎麼樣 我剛剛講 我叫錯了 叫不到人你不會回頭 對喔 那叫到人呢 我叫一個學生回來 失蹤人口被他找回來 民國一百年 這兩個老人家 他跟師母 很熱心公義 說花博去做義工 早上開門 他跟師母拔到 哇 要一個 申請國賠 再想到我 有這個學生不錯 比較快 師母弄一個 申請國賠 快點他辦 他辦 他要請多少 我請一百就好了 有需要多少 我有需要 我就去市議會的協調室 主辦單位來 沒有啦 沒有啦 十萬塊 哇 我一百是兩個零 你十萬是一個零 差那麼多 後來多少成交 九十九萬 各位不要這樣就通通來找我 那個個案不一定 個案不一定 大概比較拉拉爪爪跟各位報告 因為法律的事情其實很多 講不完 那有各個角度的講法 有食物上的講法 也有理論上的講法 那只是讓各位 對這個領域稍微做一個了解 稍微有一點概念 以上如果說 吵了各位睡覺 打哭 因為我聲音很大 那這裡跟你抱歉 以上謝謝 謝謝 謝謝 各位同心 下個休息 後面可以用餐 各位同心下個休息 然後後面可以排隊用餐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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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樣子 感谢观看